哈马斯要血在血长 以色列庄家旅遭腹击 旅长当场死亡 大家好 前段时间啊 以色列在加沙前线 干掉了哈马斯的新任领导人 辛瓦尔 此事也很快成为了以色列 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全球大肆宣传 甚至制作成视频 然而以色列想象中的 击溃哈马斯抵抗意志的剧本 却并未出现 反而出现了严重天差 被哈马斯给血在血长了 这件事情被曝光啊 还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弗 在他的社交媒体 发了一个类似于 纪念文章的东西 表示以色列国防军 第401庄稼旅的旅长 达克萨上校 是以色列的英雄 但就在日前 达克萨在加沙和哈马斯的战斗中 丧生了 挺有意思的是啊 以色列始终不肯公开说 死亡的原因 到最后 还是哈马斯这边 公开了内容 大致是在加沙作战的 一年多时间里 哈马斯收集到了一些 以色列坦克 所打出来的亚弹 然后把这些亚弹 改装成了 对付以色列的 简易炸弹 然后就是这次的事情了 当时呢 401庄稼旅 在袭击加沙北部的 贾巴利亚难民营 你懂的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 通常是打着哈马斯的理由 袭击加沙的各个难民营的 我们之前呢 也提过这事儿 然后呢 这一次哈马斯就将计就计了 在道路上埋设了大量的 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简易炸弹 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事情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以色列的上校旅长是死在了自己的坦克的炮弹之下 特别讽刺的是啊 在这一轮袭击中 以色列的达克萨上校是自己走着了坦克 试图在难民营的外围行动 而陪同他的还有一名营长 也就是说啊 其实最开始 这支装甲部队心态上单纯是冲着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去的 根本不是所谓的要打击藏匿的哈马斯 否则这个上校旅长他也不敢直接下车来闲逛 值得注意的是啊 以色列对外的战暴中常常会淡化在加沙的战损 只会公布一些低级军官的阵亡 这次被炸死的达克萨上校是首个被证实的旅长级别阵亡的案例 不过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产生了六名上校级别军官的死亡 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这也侧面反映出了加沙战争的激烈程度 也撕开了以色列一直试图伪装的第一战损的表象 值白的说啊 这次的埋伏明显是给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 在以色列官方公布杀死哈马斯新任领导人的时候 还将这件事情当作一场胜利来描述 不光如此啊 还在国际各大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此时 试图瓦解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情绪 但是现在剧本明显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就连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在相关的文章中认为啊 以色列这种宣传手法反而加剧了抵抗情绪 将辛瓦尔塑造成了一个战斗到最后的英雄 这只会让巴勒斯坦人更多的投入到抵抗事业中 而一个上校的死亡或许才是刚刚开始吧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